大家好,今天大年初六,今天很榮幸華記會客室 今天VIP大年初六請到我們這個很有份量的陳醫生 陳醫生是我們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前主席陳建強先生 陳醫生你先介紹一下自己,陳醫生 首先華記很開心,今年新的牛年第一次和你見面 是在這個視頻見你,都很親切,和你一向的作風很接近 從各位華記的好朋友拜個年先 恭祝各位今年最重要是百毒不侵,萬事順心 不只身體健康,牙齒也要健康,因為牙齒是身體的部分 有美麗的笑容,是很重要的 因為陳建強先生,大家聽著,是牙醫來的 大家有美麗的牙齒很重要,有自信,陳醫生 沒錯,我們作為專業人士是無時無刻流著專業的血 那一定跟大家分享我們的心底說話 以上絕對不是任何廣告,只是關注大家的消極 沒問題,我們健康最重要,牙都很重要 好了,陳醫生,我們今天講你的強項 你的強項就是你作為一個在香港電台的顧問委員會的主席 前主席,現在就是林大輝 那你很清楚香港電台是我們政府的喉舌 但是近日就滿城風雨了,為什麼滿城風雨呢? 哇,真的很多假新聞 大家看到發生很多事,不過首先要先說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就是每年洗政府10億的公帑 近年經常跟政府打對台,不斷抹黑警察 不斷抹黑政府 無論新聞報道時,或者是他們那些時事節目 員工的表現態度都是粗 經常充滿這個火肉味,挑起火頭 引起社會的矛盾,爭議 結果就被其他不同的政府部門,包括市民投訴 監管機構就批評,連特首都說難以接受 不過批評還批評,態度照舊 所以大家看到,尤其是查冊頭高的事件陸續不停 廣播處長就即將離去了,梁家榮 梁家榮先生就來退休了 但是辭職就沒事發生 但是我們那個人民喉舌是怎樣呢? 那換人是不是一定可以呢? 那港台的約章即將在 完成檢討報告 會是改革整頓方向的 就是我們看到的上方寶劍 就是這個很重要 還有繼續拖拖拉拉 講戰牌 那現在我們看到祖國 就決定 就由香港政府 就說停播 BBC的節目 就在港台就沒得看BBC的節目了 那現在港台近年呢 就醉得最好的一件事 那是不是意味著,喂,港台是不是睡醒了呢? 就是撥亂反正呢? 今天呢,就很榮幸請到我們 港台顧問委員會前主席陳建強先生呢 用專業的角度 還有在十年的港台服務經驗呢 不如跟大家分析一下吧,好嗎? 多謝Alex 有幾個 點我想澄清少少的 香港電台呢 在約章裏面說呢 就沒有說要做政府的喉舌 他只是一個公共廣播機構 那他公共廣播機構 那他公共廣播機構 目的及使命的 這個呢,很多人覺得會這樣做 但其實他不是真的這樣做 他要怎樣做呢?他公共目的及使命呢 有我們的香港電台約章呢 就寫得很清楚了 約章裏面呢 裏面就說了他 最重要是令到市民認同他的公民身份 也都要認識一國兩制 又要有國民身份認同 也都要鼓勵社會共融 很多不同的方面 那其實港台的工作呢 約章就寫得很清楚 以往大家看到我在媒體 或者是大戲 我看到你呢? 我經常都說約章呢 跟得不夠好 那個精神呢 好像沒有落實的意思 那所以是不是就是後節這個呢? 這個呢? 是 講得直一點可能是後節 講得漂亮一點 明白 給大家 那第二件事呢 你說是有關於 就是 我想知道 我有機會 大家很多朋友都是在 港台陪伴我們長大 當然現在看港台 聽港台的人真的少了 都不是港台了 電視電視 心機都少了 但是呢 都是我們 陪伴我們成長的部分 那我是不是認識得最多呢? 我不是 我還有一個專業人士 敢敢有機會呢 在港台的家庭裡面一起 那跟大家一樣的 你的意外和你的聽話一樣的 不過呢 作為一個委員會呢 我們跟著約章做呢 我們要跟著本書來做 因為香港成功呢 就是要依法 我今天最想一個很清晰的分享呢 就是香港呢 最重要是依法辦事 我們有我們的基本法 有我們的國安法 也都有我們港台約章 也都有我們的監管機構 這個通訊事務局 那很多方面呢 我想先到最初呢 是這麼說的 那剛才 剛才華記第一句說 這個有很多的假新聞 那是不是假新聞呢? 我們可以大家探討一下 就是今天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國家的層面 現在在遇到什麼的挑戰呢? 華記給你說說 你說好像有幾條不同的片 是跟不同國家級去抹黑 我們國家的情況 是不是呢? 首先 我用我香港人的角度 就知道他CNN有一條假片 我想大家都記憶猶新的 陳醫生你記不記得 在金鐘的示威現場 在CNN裡面有一條片呢 就是說警察有個汽油彈 就扔了過去示威者那裡 然後呢 TVB無線電視台呢 他就不斷全日24小時 重播警察 扔汽油彈去示威者那裡 炸開這樣 喂 然後隔了大概是一個星期左右 CNN就出了個很少很少的澄清 就是說 對不起 我們用錯片 但是所有年輕人就用了那條片 就說警察就扔汽油彈去示威者那裡 這條片是CNN 無線出了個聲明 不是CNN道歉 對不起 是無線道歉 CNN沒有道歉 是無線道歉呢 是在CNN拿一條片回來是不實 CNN沒有道歉 你記不記得啊 陳醫生 記得 是 接著這條我們肯定香港知道 接著另一條就是在新疆呢 新疆啊 還有很多片 都是做假新聞 就是 其實真的很多的 但是我們 如果說得太遠 我怕香港人是不記得的 陳醫生 你記不記得他們真的很多假新聞 不如這麼說 我想 經過這兩年 大家都會客觀地去看一件事 其實很多時候的新聞的影像 真的是看你怎樣去剪那條片 先後 反過來 加一些音樂 轉到背景顏色 說兩句說話 很善情 拍戲一樣而已 所以大家要小心的 我想 我希望大家做個 我們香港人最厲害呢 其實是 小心 聰明 不要被人騙 我有時候很痛心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香港的朋友 不要只是年輕人 不同年紀都有的 為什麼會 真的想這麼多一層 例如香港什麼831事件 或者很簡單這件事 你說香港人 做公務員 做警察 如果旁邊那個真的動手動 影響到市民的 每個人都怕被他撕親 逐一點這麼說 怎麼會不會舉報他 讀書 我們都學習慣要去 我告你的 師父告你的 其實很多時候大家想一想 其實不可能發生 不過呢 人家做片做得漂亮 如果大家想回頭 六四的時候是什麼事 我不知道 我不敢說 我真的開始懷疑 所以大家要小心對這些片 那今天呢 我就想說一說 說一些比較實質的 我們不要太煽情了 說一些事實 我先說一段給華記 聽一聽華記 可能你也太多飯了 都告訴你 英國通訊管理局 在這個月的四日呢 就說我們的中國央視 叫做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 CGTN 是的 講英文講得很好的 就違反了英國政府決定 就即日起呢 就撤銷了CGTN在英國的牌照 這裏撤銷 而你知道呢 是因為經過英國 去進去歐盟的落地牌照 亦都失效 德國呢 第一時候馬上停播 多久啊 他有了這個牌照多久啊 十幾年 聽說十八年 不是短期的東西來的 哇 十八年 是的 那當時呢 與此同時呢 國家電視廣播電視總局呢 就說 因為撤銷 撤銷 做假新聞 而拒絕英國的BBC 的世界新聞頻道 落境內地 而這麼近 很接近的時間呢 香港電台呢 結果宣佈不再轉播 BBC的國際頻道 和BBC的時事一周 這個是最新鮮熱鬧 在2月發生的事了 首先 英國撤銷了CGTN 接著國家 就說呢 因為你做假新聞 就不讓你的BBC 國際新聞頻道 BBC World News 在落地 而這麼巧 香港電台呢 也都不再播BBC的節目了 這個就是背景了 那究竟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梁家榮決定的呢 其實 據你估計 就是 在這次我看到的 香港電台 《日文而退休》 出來的報告就是 決定不再播這兩個節目了 那我就首先在這裏呢 要讚賊香港電台的 終於有賺賺了 什麼呢 決定得這麼快的 嗯 以前呢 你說頭條新聞 是誰的決定呢 我想作為廣播處長呢 應該和管理層他決定的 我還說為什麼要說他快呢 你炒了李君雅 就是要談炒李君雅 又三個月又四個月 你頭條新聞又要等 我問他問題又要等 這次很快啊 那官民論他做什麼理據呢 就是要多謝處長 可能被人說得多呢 就是這次呢 就反應得很快 那就首先這件事 那會不會 我想他還是收到電話啊 大哥 這些呢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 沒有證據我們不要說 否則我們做假新聞 我們不要做假新聞 這次我想說的東西 這次這件事想說的很簡單的 跟大家分析一件事 那接著華記給我一些意見 這次整個爭議 英國和中國呢 很奇怪啊 是兩個國家的新聞監管機構參與的 和也是呢 最具代表性的對外新聞組織 怎麼這麼說呢 一個是英國管理局 一個就是我們國家的 國家廣播電視總局 一個叫BBC 一個叫CGTN 是不是在國際級 大家在這裡 都來都往 拳來都往 大家留意著 英方是借封台 封了我們的落地牌照 而中方是 永遠都是 我們是很反制的 之後的 就不是互封 大家記住 我們國家從來都不是動手的 是被迫還手的 那你說我們中國人這個美特呢 我到今天我都很驕傲 那還要讚國家啊 當我們國家覺得 BBC做的假新聞 對於我們在新疆的事件 或者是 這個是 抗疫工作 他先去問他們 在北京的辦事處 和他們嚴正交涉 問完他之後 他都說 我們一直以來呢 都是呢 全世界呢 是供應的 有公術的媒體 我們從來不做假的 但是對於我們提出的 時近人物地點事件 是從未回應過的 在這樣的前提下 國家才是 是不再讓它落地 那是不是真的 達國的風範呢 那這件事呢 我想就是要 在做事方面呢 要讚一讚我們國家的 風範呢 是我們中國人自己驕傲的 嗯 那 還有 再說一句 為什麼 凡事 這樣下去 將來不會打大家 大家不會去 封大家的媒體呢 那我又不太擔心的 在這一刻 我很樂觀 為什麼呢 大家沒有過底線 你看到 英國用什麼理由呢 用什麼理由呢 就說因為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CGDN 背後的老闆 是中國共產黨 不行的 違反我的法律 所以今天呢 我不接受你了 那他用了一個新聞呢 的理由呢 去包裝了政治的目的 而相對我們國家呢 就說喂 你假新聞啊 有什麼解釋給我聽呢 就說呢 人家違反了我們兩個條例 一個叫做廣播電視管理條例 一個叫做境外衛星電視頻道落地管理辦法 但是 用這個呢 新聞呢 去抗衡政治 就是我們新聞 真的做得假 所以我才不給你 所以你說 我們今天的國家 做每一步 每一個計劃 做出來呢 都是有理有據 就不是那些人呢 亂去抹黑我們國家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呢 是做得很小心的 你說我說你假新聞 我給他們回應 你不回應 我還要是不是 那所以我在這幾方面呢 我欣賞我們國家呢 就算被人攻擊之下呢 也有大腳的風化 我不停提這件事 大家以為 作為中國人呢 是驕傲 顧問論結果是怎樣 我們先做對的事 那所以你說 還可不可以說我們國家是 共產黨啊 完全是封閉呢 我完全不同意 華記你怎麼聽我說的說話呢 首先呢 你說的那件事呢 其實呢 就已經是很深刻體驗到 現在呢 我們在這個地球上呢 其實媒體戰呢 就已經去到白熱化了 就是我們所謂神仙打架了 是不是啊 就是神仙打架 那百姓受苦了 那如果 我早幾天呢 陳醫生如果有聽呢 就有一位朋友是叫做 那那林 他在美國加州住 那他就說呢 在美國的新聞呢 鋪天蓋地呢 和在澳洲的新聞呢 就是說 剛剛上星期 世衛專家小組呢 就有一班人呢 就去了武漢呢 那裏調查這個COVID-19的 那這個新型冠狀病毒呢 他們呢 就去了很多的地方 那最後來都查不到東西了 那但是忽然之間呢 有個澳洲幫呢 他就說呢 我們祖國呢 就有137個個案呢 有個案子就不提供資料 那但是又斬青截鐵呢 就說 不過一定呢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絕不可能 在武漢的實驗室那裏爆出來的 但是他同時間又抹黑你 那所以現在整個西方社會呢 他都是抹黑著呢 就是我改他做侵侵肺炎的 就是新型冠狀病毒的來源 所以呢 其實這個都是被人抹黑的 那還有呢 就是 就是 有一件事呢 我不知道 Yu Jin你在這個 就是香港電台呢 十年 那現在的傳媒的趨勢是 以前紫媒呢 就很厲害的 現在紫媒就跌了下來 接著就變成網媒了 網媒升了下來 網媒呢 就是我們傳統 你看到它 BBC啊 CNN啊 NHK啊 或者你看到我們CCTV啊 就是全世界 全個地球呢 它有很多的新聞台的嘛 每個國家 那但是呢 你會發現呢 我們這些叫做呢 是叫做官方網媒 好不好 官方網媒 官方網媒呢 現在都跌了下來 以前如果 被誰打了下來的呢 就是被自媒看 因為呢 我們呢 有一些自媒看 所謂的Youtuber KOL呢 你去到 金鐘的示威現場 那個氣油彈 根本就是在示威者扔過去 他們是第一時間拍的 但是CNN它可以把它做假 變成荷里活特技 用荷里活特技的手法 就把那個氣油彈 倒片 就扔回去示威者那裡 所以呢 現在是我們自媒體打垮了 這個傳統的官方媒體 即是我們香港電台 你有沒有發覺 Eugen這十年香港電台 跌得很厲害的 那個收穫次數 為什麼呢 現在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我想始終 剛才我提了一開始呢 現在我們的媒體 那個挑戰很大的 全世界一樣 電視也好 收音機也好 分薄了 你有網媒 現在拿起手機的學生 都可以叫做自己記者 那怎麼會 沒有這個情況 所以為什麼 華記你這麼多人看呢 因為你就是赤裸裸 告訴別人你的看法 就不去包裝了 那現在今次今日的世界 但是呢 如果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說呢 一語中的 是最需要的 香港現在 那趁剛才這件事呢 陳先生呢 嗯 我想告訴你 現在我們國內 不是流行抖音的 是抖音 是 美國不是封殺了 沒錯 其實抖音呢 他就打炒假新聞 因為抖音是 那個噱頭是第一時間 抖音的必殺技 就是第一時間 快靚正準 是吧 快準狠 你如果有一些假新聞 就是你CNN要砌個故事 你以前就可以 你現在人家有抖音 一條片一分鐘 立刻你說 你說哪裡哪裡啊 那你砌你也要時間的 你一砌完人家 立刻去現場拍 你說這裡很嚴重 人家立刻自媒體 即時殺到 你不能騙的 所以我發現 現在整個世界的潮流 改變了 自媒體是大過 一般的官方網媒 除非它是說真的新聞 如果它是說假的新聞 以前就騙到人 CNN 是不是 就是你以前就騙到人 你現在這麼多自媒體 你怎麼騙到人 人家又這麼快 就是我們最緊要做自媒體 就是第一 有流量 第二 有內容 第三是真實的 如果你有這三個元素 我覺得其實 現在的新聞是不能假的 譬如你哪裏撞車 哪裏死人 哪裏死人 哪裏發生嚴重家路事故 沒得作大的 即時全個地球 那裏撞車 你說想封嗎 怎麼封 你做了這麼久 十年 港台 你可不可以說 按住那個人 不讓他講 行不行 尤先生你覺得 當然不行 華記 我趁在這個位置 我講回一些 再高一點點的 方向 跟大家分享的看法 不知道覺得怎樣 我說今次這件事 我們不要再抽高 大家一起提高些什麼事 今次英美 這麼多國家 對我們國家的媒體戰也好 輿論戰也好 最新的字大家要學 叫超限戰 什麼叫超限戰呢 是沒有界限的 是不是等於我們BNO事件的加強版 是不是 你留意到 英國已經把對華壓力 推到歐盟地區 究竟今次 是美國鬥中國不行 改進英國接手的新開市 還是順應美國改朝換代 而再出的姿態性表現 等到惡動是暫時停止 我們不知道的 這個局勢形勢是非常之 被疫情風起雲湧 而香港 真正在其中 所以大家一定要 無時無刻 要掌握最新的形勢 所以呢 對剛才我所說 對看到的事情 先不要相信 要確實檢查 要聽多些朋友說 當然不只是聽我們一邊 對方的也要聽一下 因為他們的說法 有時候 說那一刻自己信了 很奇怪 對 我給你一個例子 我給你一個例子 我的同志問我 哇 國家真是很不公平的 但是呢 如果我愚准問你英國 我去了五六年回來 我的香港護照失效了 那我進不了境 就見不到我媽媽 那我 國家沒有人不讓你移民 你可以移民 你移民回來那時候 可以用身份證入境的 他可以的嗎 一向不聽的 那我再有 如果你英國 當你英國住了六年後 你還回來的 你也不是拿BNO的護照 你拿英國的護照 是不是 是啊 就是太多朋友 是想一些事情 是自己嚇自己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自己嚇自己 看事實 講道理 就是今天 我為什麼這麼急 跟華記上節目呢 就是希望用一個新的角度 讓大家知知的情況 就不要盲目的信人 對呀 所以因為你始終是專家委員會 那你在這個媒體上 我想你也有些事情要澄清的 但是呢 我們回到香港 因為你世界的戰線太闊了 回到香港 那你見到今天呢 肥佬黎呢 他在《蘋果日報》呢 又有個《國安法》 在監獄那裡再次被捕 那其實你說 我們香港人 你看什麼媒體呢 就決定了你什麼顏色的 那你比如說《蘋果日報》 那你怎麼看現在我們香港人 怎麼去選取這個媒體 那《蘋果日報》有很多錢的 它很多媒體 它可以滲透得很厲害 那你說你不想看它 你有時候都不刻意看了它 手機突然彈出來 你們不能不看它 那你怎麼給我們香港人一些想法 怎麼去選擇 我怎麼知道誰 我猜不到《CNN》有假新聞 猜不到《蘋果日報》幾十年都是假新聞 就是什麼叫假新聞呢 它是九真一假 或者呢 它是將呢 警察那個優點 縮小 那個缺點放大 完全是這樣的 你怎麼選擇我們香港市民 怎麼去日後選擇一些媒體 我們怎麼看什麼報紙 看什麼電台呢 我想這個立場是很重要的 現在其實美國的電視台 不同的黨派有不同的電視台 大家都知道的 那我覺得其實以往呢 BBC是一個可以信賴的地方 很多年了 因為很多年了 跟外國這些東西比較是更正的 因為他們的黨派輪態都有 但是連BBC的假新聞呢 其實我回答你呢 沒有回答我 回答不了你 我只可以說 你看的新聞之後 如果你有去定案 去定你的想法之前呢 和幾個好朋友聊一聊 你有沒有這樣看法呢 有沒有一些可能性 我們看不到呢 這個是要思考的 如果這樣人家說什麼什麼 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不過呢 在那個 我們今天來聊聊天 最重要的一個訊息 我想跟大家說 就是說 除了國家真的跟足法例 跟足性 什麼叫做依法辦事呢 香港這個地方 記住 一國兩制 是沒有 不走樣 不別形的 是一國的感受 就是感覺到以前這些人不感覺的 當現在我的訪問都說 你不要以為什麼不盡理意 就叫做沒有一國兩制 可不可以公道一點呢 一國兩制是什麼意思呢 你有出入境自由 你拿著港元 就是香港會有護照 大家要很小心的 我和你說說兩條條例 今天大家要休息一下 第一條呢 是基本法第27條 就說明香港的居民享有言論 新聞出版的自由 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組織參與監察公會 罷工的權力和自由 是寫得很清楚的 所以香港的新聞自由 是不會沒有的 基本法給了我們 最新的國安法 在第九條條講一句而已 對於學校 社會團體媒體 任何涉及國家安全的事宜 特別行政公政府 特別行政公政府 是要適當採取措施 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 沒有問題的 即是說呢 香港有足夠的法例 是保護大家的 不過大家不用怕的 還有一件事想說呢 現在的媒體運作呢 正如剛才你所說的 不是BBC那時候 我所說 是以前可以相信BBC年代 顏色革命 在網路開始 Twitter 紐約時報 都可以禁止特朗普的 那如果我還在想 我們香港電台或者媒體 還在想要 明天的電台 要BBC 最好 喂 時代變了 要知所進退 與時並進 所以其實我也會跟特區政府官員說 我們的傳媒政策和媒體的管理 要全面檢討和跟進 到最後呢 我們都不希望看到 中方和英方 是喊打架的 媒體上 有原則地合作 有底線 那這也是大家之福 是吧 時間關係呢 我最後問你一個問題 好嗎 陳醫生 好 那這個問題呢 我先問了你 不過我要補充一點點 第一個問題 這個是最後一個問題 究竟香港人 你作為這個香港電台 做了十年的 顧問委員會的主席 就是你 你見不見我們香港人 見不見我們香港人 會什麼時候可以聽回香港電台呢 我有耗熟 第一 我覺得九成的香港的收音機 是不能聽的 因為那些黃友呢 久不久等一句半句 例如阿森美 林海峰 他們那些什麼商台881 那些全部都是垃圾來的 他講一講一下呢 他就會替一些 那些類似你知道那些 違反港版國安法那些東西 但是他又很懂得走位 那你見到 我之前一向主張就是 就是全個地球 我們究竟在哪裡搜羅 那些香港人的 就是對聽的聲音 或者是正常聲音呢 當時我就叫人去聽 星島的美國啊 東岸西岸啊 例如啊 梁建峰啊 方永強 全個地球 只有幾個媒體的人 是中肯持平 這樣報導黑暴 香港那些垃圾 什麼D100啊 那些人渣呢 天天在抹黑 現在香港電台呢 我是從來不會建議 別人去聽這個電台的 就是除了車屬媒講話 正常一點之外 其他的90%都不行 那究竟香港人 什麼時候才可以聽香港電台呢 陳醫生 你這個問題呢 問我香港人 什麼時候可以聽香港電台呢 我想我在公開場合 講多一次 我希望大家不要放棄香港電台 因為香港電台是陪著我們 整張 也都因為世界的轉變 也都是 我講真的 令到暫時一個低迷的情況 但是我很相信 有國安法的出現 現在國家將香港很多地方撥亂反正 我的其中一個很大的奢望 就是香港電台 成為全中國最有公信力的媒體 那在今天 可不可以先換一些DJ 你引一些正常的DJ 進去可以嗎 陳醫生 那我就已經離開了這個位置 我想大家的聲音 政府聽到的 國家是知道的 那我們今天的訪問 你的看法 很多人都會聽到的 那剛才你說幾次聽香港電台 大家要聽著香港電台 他做得不好 麻煩你去投訴他這個通訊事務 他做得好的 也都應該要贊 我們公道的 是吧 那又如何去分辨 分辨一些聲音呢 聽聽華記 聽聽不同的信德國的朋友 這個是一個好的開始 聽聽新潮問號 我平時很少講時事的 陳醫生這陣子 我都是講一些開心的事 好像昨天我播了一條煙花給別人看 我不講時事的了 不講政治的 政治講到頭都痛了 我說一些開心的事 以後就分享一些衣食住行 哪裏旅遊 哪裏好東西吃 這樣就讓大家開心一下 那政治那些事 交回給陳詠欣 何君堯 葛沛 新潮民那些媒體 那我們這裏 真的它十分離譜 今天為什麼要找你訪問呢 因為這陣子 他被人抹黑得很厲害 我們祖國 又是新聞 所以我才要出動你 陳醫生 首先要多謝陳醫生 因為你現在犧牲了吃飯的時間 我知道你今天磨到九彩 就是開完會 然後有很多人做 然後臨一盒飯 還給我拔著你訪問 多謝你啊陳醫生 等一下 等一下 可以多開飯了 煮飯就行了 我真的要吃飯 我真的要吃飯的 不要妨礙你了 妨礙你了陳醫生 拜拜 謝謝 拜拜 吃得飯了 拜拜 拜拜 好 謝謝你 大家再見 再見